那咱们后面就马上要进到第二幕 就是关于基层施工技术了 我们先给大家还是串一下这个程序 先给你走一遍一个完整的施工流程 然后我们给你展示一下现场是怎么做的 后面我们再把它的分阶段 把树上的考点给你整合起来 好我们现在过一下这个程序 前端的施工准备 好这个点是不是跟我们前面很像呀 也就是跟我们前端去做的路基施工的准备很像 但是你注意这个内容是比路基施工要简化的 因为我们的路基施工它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而你现在是不是路基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现场施工很多条件都已经完备了 包括你现场场地临时设施的布设 什么导型 这个我们都不用做了 你在这只要关心什么 最核心的测量放样 最核心的材料设计和实验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一般都是可能会考到你一些配合笔的设计呀 工钱的胶底呀测量的放样 这几个东西是我们经常出现的 侧重方向不一样 因为现场已经有了 好那我们这个就给大家放的东西比较少 然后你就按照我们前端 做好的配合笔设计 经过监理审核的报半核站去做生产 生产好了再运到施工现场 那我们半核站的生产就是这个半核的过程 他在城市的施政工程里面放到哪去做 放到城郊半核站去啊 你不要选择路办法 我们在很多公路工程里面你是可以用路办的 或者郊区你可以用路办 这个产生的粉尘太多了 城市里面是不允许的 我们的书上后面也会告诉你 你只能选择敞办法 所以这个半核我们就是集中做敞办 咱们的书上把不同的材料这两个半核 材料生产和半核给你合到一起了 好再紧跟着 半好的材料我要把它运到施工现场 然后你要给它摊铺成层 对吧 所以我们后面把运输和摊铺又画到一起 这就是怎么运 现场用什么机械去铺 我们一会看一下图片 然后亚实和养生又给你合到一起了 又合到一起 那我们怎么去做亚实原则跟路基是一样的 养生这个点是不是路基没有去给你提到它 咱们在这儿是需要去做养生的 而且用的是施养护的形式 必须要有水环境 养护时间不要低于七天 好 我们前面也说过 因为它的结合料对于低温非常敏感 低温强度增长很慢 那怎么办 你别管是什么材料 我们都是要放在偏高温的时候去做施工 对吧 一般都是放在春末夏季 最低施工温度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规范去把控 好 这样我们就把流程文字性先带你过一遍 然后咱们先来看一下现场一般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首先先从前端 准备我们就不给大家放图了 因为我们路基都见过 包括你在这怎么去做放样 标杆什么的 一般我们也是一样先找中线 再去找它的边部的范围 放边线出来 那另外混合料放到了成交半核站去做生产 这里面是不是我们需要有半核的设备 咱们后面在讲生产的时候就会提到了半核设备选什么 你在这做的是无机结合料混合料 对吧 它是把结合料和被结合料或者叫被稳定材料 拌到一起的 所以不同部分它用多少比例 然后我们这个水量怎么去控制 怎么做混合半核 能够保证质量 你就要从机械入手了 咱们一般要求的是强制间歇式 强制间歇式半核设备 半核出料 它的运输设备跟我们之前的路基是一样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它的运输设备 运输设备是我们跟路基运填料一样的 也是属于把你的材料放在车厢的箱体里面就行了 但是这里你注意一下通用的装料顺序 一般咱们都是先装前部 再装后部 然后装中间前后中这种顺序 无机结合料混合料这么装 我们后面再讲到一些沥青混合料 也是这样去装料的 避免这里面出现一些加控锡的情况 好那这里面我们就半核出料 然后紧跟着你要运到现场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这里的运输车辆 上部再运输就给你强调一个问题 你要做覆盖 为什么要做覆盖 这个是不是跟环保挂钩的 我们前面运路基填料 包括你的挖方气土都是一样的 做覆盖在这种没有什么 这个温度的要求的时候啊 我们一般都是在考虑环保 因为它可能会随着风力影响 运输机器的一些操作出现 以撒阳尘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的覆盖主要就是防阳尘 防以撒 防止水分的蒸发 因为它混合料里面是带水的 我在碾压之前还是要控制最佳寒水 所以水量很关键啊 一定要去做这一部分的覆盖运输 包括它运输的时候 你要注意选材的问题 而我们后面是不是还会涉及到水泥类的呀 水泥类的稳定料 对吧 这种稳定料 它就有凝结时间了 所以你如果运输线路选的不好 堵车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能会超过出凝时间 从它开始基础到水 到我们现场铺完 是不能超过出凝时间的 所以它可能会提前硬化 你就压不成型了 那我们在水泥这里面会单独在运输上 给它限制一个三个小时的时间值 那一般都是运输到现场下摊铺完成 好 那我们这个是运输点 然后你把材料运到现场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给大家取图片 实际上是一个公路工程的 但是我们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就一起来看 底下这个是已经做好的路基 我们运好的无几个料 在现场做大量材料的备料 你要保证连续施工 避免出现接缝 那我们按照施工段去分就行了 现场去做计算 那端部是不是两端 模板都已经做好了 这是你进行摊铺施工的前提 现场的场地已经做好 测量放样做好 两端的模板做好支撑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一次施工的 是不是半幅呀 你看它整个的宽度是这样的 我只是一次性要施工这一半 所以我两边在分幅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处理接缝 接缝里面比较好连接的方式 我们一般要选择垂直缝去连 这个是交通等级要求 比较高的时候去做的 所以一定要去检查好 我们这里面端部的模板 包括它每个一定兼具设置的支撑 一定要在使用前去检查稳定 那除了现场场地的模板 包括底下清理工作之外 我们还需要去保证 机械的一个提前准备 那你看这边出现了摊铺设备 压实设备 压实设备是分阶段去配的 它都已经把这个设备提前做好了准备 像我们施工中所用到的这种施工设备 大家记一个通用的要求 你每一个步骤 现场的施工设备 用了什么 包括我们的配合笔 它都要提前去报监理 实验段也是一样的 我们到底怎么去压 怎么去的参数 都要提前向监理去做报备 批准了才可以进行使用 当然这是我们从管理层面 可能现场会有多少有一些不一样 那你就尽量把我们这个内容去以考试角度寄它 那这些机械已经调整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摊铺 摊铺的话就用到了摊铺设备 这个就跟咱们前面去做的路基不一样了吧 路基是一堆一堆的在这给它推开 而你现在直接用了摊铺机去做 所以摊铺机就不用再去做推开整平的工作了 我们铺完之后就是一个经过整平的层次 你直接进行压实就行 这个摊铺机械可以选择专用的稳定土摊铺机 也可以选择沥清混合料摊铺机做兼用 沥清混合料摊铺机既可以做无几几个料 也可以做沥清混合料 所以你选哪个机械看我们施工上的现场条件 那前端这个是不是装了混合料的自卸汽车呀 压杆把箱体顶起来 然后这个混合料是不是进到了摊铺机的进料头 进料口里面去了 我们再把墨迹给你削掉一下 这个混合料进到了摊铺机的进料口 摊铺机的进料口在我们行驶的前端 它是后端成层的 所以这个材料是不是应该往后移动呀 中间会有材料的传送履带在转动 把材料送过来 后端就是摊铺端 给它螺旋杆展开 然后就成层了 我们看一下后端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我们摊铺机的后端 刚刚的材料卸到进料口 里面有履带给它送过来 是不是我们送过来还是这么宽的呀 你要给它扩展成这么宽的层次 所以它中间这里面是带一根螺旋杆的 把材料螺旋杆展开 带到旁边去 然后铺出了层次 铺完层次 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现场的工人在干什么事情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随着摊铺机进行检查 因为你铺完马上就要压了 对吧 我们压的前提是什么呀 要保证铺住层的宽度 厚度 平整 水 然后这些都符合条件 你才能往后压 对吧 好 这是我们摊铺之后非常关键的一些检查 包括细部调节的控制 好 那再紧跟着 在摊铺的时候 刚才咱们看到的是一个摊铺机铺了全宽 而如果你在一个摊铺面上 我一台机械不能把全宽全部都做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两台机械的梯队 这个图片给你展示的是 这个不应该叫双幅 严格说起来应该叫做梯队作业 咱们有讲义的可以在你的讲义里面稍微的改一下 这个更严谨一些 那我们用两台摊铺机去做梯队施工 一前一后 中间在接缝这 我们做两个机械的重复摊铺 避免出现没有铺到的地方 那这个摊铺的梯队方法 在沥清混合料里面也是经常会出现的 所以我们学一遍 其实这个原理就能掌握了 它先行铺出来一个宽度在这 那我们后面这一道 是不是可以以它的厚度为控制厚度的标准呀 然后我跨方多铺一点就行了 是不是两台机械就把铺住的宽度给它延长了 这叫梯队作业 一般在梯队作业里面 两台机械前后行驶的间距 控制在10到20米的范围 中间的缝我们重复去铺 重复铺的宽度取决于材料 这就不一样了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在接缝这你该怎么办 这就是把梯队作业做了放大 右边这一幅图可以看到 先走的它已经铺了一定宽度了 在这 后走这个是不是以它为基准 跨缝多铺了一块呀 多铺这一块 你看到是不是比我们正常层要高出来一些 这块就由人工去做清理就行了 因为它为了避免这个缝 你贴着铺有的地方材料不够 那我们就跨过来多铺一点 这一部分由人工进行基准的清理 然后我们在齐缝压实 基本上就消掉看不到了 好这是我们的梯队作业 然后咱们梯队作业做完之后 是不是已经铺完了 铺完之后我们经过刚刚的工人 随着机械的检查 确定宽度厚度平整都没问题了 水也没问题了 我们就开始压实压实的设备 刚才是不是现场都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几个阶段怎么分的 每个阶段用了什么设备 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这个设备 我们前面在准备的时候 已经给它备好了 你在什么地方确定了 它该怎么压 用什么设备 在施工的哪个阶段去定的 你想一下这个问题 我现在问你这个机械 它怎么定的 它怎么行驶 它怎么去压 怎么定的 从哪定的 好有反应非常快的 做实验 在正式施工之前 我们要做实验 通过实验段 确定施工参数 确定施工参数 就包括了虚谱厚度 包括了后面 我们这里面的压路基 它的压实变数 压实组合的方式等等 对吧 所以所有的流程 它基本上都是要做实验的 路基工程里面 我们把它拿出来重点讲了 并不代表着书上没有基层和面层 我们就不做这个事 它都是要做的 每一个层次之前 我们都要去单独做实验段 确定施工参数 验证你的方案做出来的层次 质量是不是达标 所以功能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这个就按照前端 确定的参数 进行压实的控制就行了 该压几遍 该怎么去过渡 怎么去组合 你就跟着我们前端来 一般来说 一遍压实是不够的 尤其是等级越高 我们的阶段 或者是变数会更高 也取决于材料 所以我们后续跟着 你末尾的这些阶段 可能是负压 可能是中压 我们给它压到一个 密实紧致的状态 然后咱们如果是 路基工程的话 压完就检测了 对吧 这里面不一样 我们要让它的强度 有一个生成的时间 所以需要去做养护 那养护这个点里面 前面还有个小兔 我们漏掉了 给它补一下 这个是边角部位的特殊处理 也就是大的机械 小边压不到 对吧 压不到怎么办 你用人工加小型设备去做 但是我们这里 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个是有前提的 你想要由人工和小型设备 去压局部的话 它也要报监理 监理批准才可以 你用的设备 包括你的压实变数 一定是要往上涨的 因为本身它体量不大 所以我们在边角部位处理 要把它的变数提高 才能达到压实效果 也是要报警监理 好我们来到养生 养生是让它强度增长的过程 这里面我们的核心就是水 就要保湿 这个保湿的过程 你可以直接用洒水车去洒水 左边这个我们有洒水车 或者洒完了覆盖薄膜 或者直接用一些土木层的材料 铺到上面 或者有一些草席都行 湿沙也行 所以方法有很多 我们只要强调一个保湿养护就行了 不要让它在养护中缺少水分 还有一些可以用沥青乳液 或者我们常说沥青下风层去做养护 它也是相当于一个隔离 跟这个薄膜作用差不多 但是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可以直接跟结构层粘到一起 所以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 它可以做连接层来用 这里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注意个问题 咱们马上就要讲到考点 考点里的养生 只在一类里面提到了沥青的 剩下的我们没说这个养生方法 而在咱们的城镇道路施工的规范里面 水泥的石灰的二灰的都是可以用的 但是我们书上没办法 它只在一个地方说了 如果有题目特别讨厌 就这么抠书上原文给你出来了 那你就选只有这一个的 也就是我们放在二灰里面去用了 所以这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规范上有一些跟书上也不太一样 我们编这本教材的时候 编教材的时候 它是以施工规范为根本 做了片段的截取 然后我们编出了一本书 那当然也有一些现场工程的经验放进去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大多数的答案 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比例 还是来源于课本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 跟规范有冲突 或者跟现场有冲突 我们现在就只能以这个考试形式 怎么去抓分来打了 但是如果是原则性的矛盾 这个我们还是要按照它的规范要求去走 好 那我们这个就到这了 好吧 行 这个整体流程带你走完了一遍 那这个不需要停吧 我们继续往后面 把它几个阶段 整合的考点放到一起 好吗 所以紧跟着我们 现在就来看一下 咱们书上给你划分了 刚刚的施工流程 我们讲了一遍文字版 过了一遍现场 然后现在带着你把它考点点出来 这一部分为大家整合了三个表格 稍微把书上顺序调整了一下 我们的书上是给你按照材料分的 先去分成了石灰和水泥的稳定类 然后是二灰的 然后是集配类的 这个是不是都是每一个标题下三个阶段呀 材料的半盒 然后运输和摊铺 然后压实和养生 所以你就按照施工流程 可以这样做一个材料上的拆分对比 这么一对比下来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点是重复性的 你的剂量是可以减少的 那如果你不习惯这个方式 我们也可以每一个阶段里面 你单独去看 每个材料 你单独去看阶段 都一样 只不过这个能给你删点东西 你后面不用背那么多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按照刚刚的施工阶段 准备材料去做的半盒 我们去生产这个材料 那么关于它的原材料和半盒 我们在这四种不同的 基层材料里面 咱们都有什么要求 先来看一下石灰和水泥 这样工法非常贴近 原材料这一定要做检验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一条通用要求 你别管你做的是什么 我做路基也是 基层也是 面层也是 包括我们后面用到的一些水泥混土的结构 是不是全得检验 所有材料进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检验 对吧 它有它的三证跟着材料进来 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复检 复检工作是你材料入库存放的一个前提 你如果对这个材料没做复检 那能用吗 不能用 监理发现会提示 及时给你制止的 一定要做实验 所以所有材料进场一定要检验 检验这个点 我们在桥里面会重点去提 然后施工的城区的话 一定要选择厂办 不得使用路办 咱们刚刚是不是解释过呀 路办法它是怎么做的 厂办是在半盒站成交的 把混合料生产出来 刚才的前中后装料运到现场 而路办法是把不同的材料 包括我们的备稳定材料和结合料 一层一层的铺上去 然后用现场就地半盒的设备 给它办起来 这个阳尘多大呀 对吧 所以我程序里面是绝对不能去用的 刚才解释过这个点了 然后一定要选择强制式的半盒设备 这里面我们一般在半盒机械里面 不管是无机集合料也好 水泥混合涂也好 沥青混合料也好 我们在选择半盒设备 这基本就是通用的 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 半盒设备 我们一般在给你比较两个方向 一个是自落式跟强制式 强制式 一个是连续的 连续的跟间歇的 连续的跟间歇的这个对比 好 这是我们在比较半盒设备里面 经常会让你去挑选的 如果说看到一些高等级的话 尤其是我们城镇工程去做施工 一般咱们都是选择强制 间歇的半盒设备 这个有什么区别 自落式的 它直接进行我们内部材料混合的时候 整体的半盒效果是没有强制式的好 这个是可以有效的防止卡料 它的半盒能力更强 而连续是一个是一直不停的拌合 往里面加料 拌合持续出料 而间歇式是这一盘需要多少 我们按照配合比往里面放 拌完这一盘出去再重新加料 这是不是控制的精确度要比前一个高 所以这两个都是好的 给它加到一起 我们书上是不是给你选择了一个强制式的 其实也是应该进行 这个间歇的控制的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选择机械的方式 当成一个通用点在这一次性记住就行了 你到后面选沥青的 选水泥混凝土的 全走这个套路 好这就可以把半盒设备选好了 然后二灰这个是换了一个稳定材料 结合料换了 换成了石灰粉煤灰 工业非杂里面我们取的粉煤灰才叫二灰呢 所以这个是加了粉煤灰的 那我们就有两种结合料 对吧 这两种结合料 你首先在混合的时候要把它们先混起来 那我们前面几个条目 基本上跟上面是重复的 删掉就行了 不用重复被 从第四个开始 你要先把这两种不同的结合料 石灰和粉煤灰先拌均匀 然后再往里面去加这种被稳定材料去拌 所以注意先后顺序 后续我们要求含水量略大于最佳含水量 为什么 因为运输过程中 摊铺过程中会有水分的损失 所以一般情况下咱们要求压石之前 保证在最佳含水量上下浮动2% 这是压石时候的标准 你前面会有水分的散湿 那你尽量在半河的时候 把水稍微往上调一些 我们散湿之后 到现场压之前 正好是这个范围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后血多余施工了 然后再紧跟着来到极配类 柔性的 它没有结合料 没有结合料 你在生产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怎么去强调 它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极配 我们也不考这个点 你就关注一下 我对它的要求 压碎值含磷量 细长扁平颗粒等等 符合规范 符合相应的极配要求就可以了 这种是不是一看就能判断出证物呀 它其实考的话 也一般都是进选项里面 选择题去考的 那在这个概念里面 我们前端是不是其实碰到过几个 像压碎值是什么 就是表征强度的啊 表征强度的 我给它施加外力之后 被压碎的占到总体的比例 这个可以反映强度 然后含磷量就是一些 如果你的粗粒茎含磷量太高的话 那我们可能在结合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 细长扁平颗粒不利于压实 不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嵌合的效果 所以这些都是要得到控制的啊 好 这个点基本上看一遍就行了 我们是不是把前端半核啊 材料生产这第一个阶段 不同材料全都讲完了 这个应该还比较简单 我们再看第二个 你把材料办好了 就要运过来 然后再铺 所以第二阶段 我们就是运输和摊铺 它已经出厂了 到现场铺成型这个过程 我们还是按照材料做一个划分 石灰的和水泥的这个点里面 你重点给我关注一下水泥 因为咱们图片中就说过了 这个是有凝结时间的 对吧 看哪个凝结时间 看初凝时间 三个小时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要求 水泥稳定材料 你注意一下范围啊 从搅拌到摊铺完成 可能有一些题目就要给你改了 从搅拌到运到现场 然后不超过三个小时 这个你就要注意 我们说的是摊铺完成 你紧跟着去做压石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抄的话 我们压不成型了 它已经出凝硬化了 对吧 固化住了 所以是从搅拌到摊铺完成 不要超过初凝时间就可以了 我们的书上给的非常粗 包括咱们的规范上给的很粗的 这个点里面 它实际应该是要求你一个有个容许延迟时间 咱们干现场肯定知道这个事 对吧 容许延迟 它实际控制的时间点 是要比这个还要再短的 否则的话 一旦压石中出现提前的初凝 是不是也不行呀 所以基本上没有超过三小时的 都是要看材料 看当时的施工气温 去给你找容许延迟 容许延迟比这个时间还要再小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 书上这么说 你这么记就行了 简化了 采取防止水分蒸发和防阳尘措施 这是不是说运输 什么措施能防水分蒸发防阳尘呀 覆盖 对吧 刚刚我们看到图片的运输车辆上面 自协汽车上给它覆盖 防阳尘防水分的蒸发 然后选择温度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在前面讲原理 讲材料就提到过了 控制最低施工温度就是50度 这个是不是属于常识性的问题 我们基本上在这本教材里面 提到最低施工温度 大多数都是贴这个数据走的 50度作为最低施工温度控制标准 然后厂办的石灰土摊铺的时候 路床适当湿润 这里面你注意路床适当湿润 通用的 通用的 只要我们上部的混合料里面是含水的 你的路床刚刚我们已经做完 它的水分是有散湿 所以里面的空隙可能会吸水 不光是石灰土 我们二灰土也是一样的 水泥土也是一样 它混合料里有水 你如果不给它做适当湿润 水分一往下吸 上面配合比就变了 对吧 可能会影响强度 所以这个点是通用的 好 第一个我们就解决了 然后你再来看另外一个材料 石灰粉煤灰等 这个点重复的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过了 好 覆盖防止蒸发 以洒洋尘 好 滑掉 然后春末夏季滑掉 虚铺厚度这个点 咱们图片上就见到过了 我是在哪去剪这个的 是摊铺完成 我们要求摊铺完成 要达到前端实验段的虚铺厚度要求 这个值是从实验段里做的 通用 我们前面这个要做实验段 这个要做实验段 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放到一起 你备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缩减了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 极配的柔性 柔性里面 我们在亚实作业的时候 它就没有结合料 对吧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摊铺压是有什么特点 选择机械效率比较高 如果发生粗细离析 或者是不良的现象 包括梅花呀 沙窝呀 看到这种字 那一定要及时做翻办 这个大多数都是人工去做的 跟着摊铺机械 看有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出现 异常情况出现 我们赶紧处理好 如果说你出现了粗细的离析 那大多数细料可能会往上浮 粗料可能会往下沉 我们就是要不同的极配 有良好的嵌急咬合 圆滑的力竞过渡 这个结构层才能致命 你如果分开是不行呀 所以这个一定要及时处理的 也就是我们对于工人 跟着摊铺机械检查就非常关键了 对于整个层次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好 再往下面 压实系数 还是时间段做出来的 这个压实系数 是不是我们去比较一下 你虚扑的跟压实之后的这个点 我们就能倒出来了 压实之后 这个是你设计的要求 你反推一下 我们是不是虚扑厚度就有了 所以这就是你通过实验段 确定虚扑厚度 它其实就是表征上面这个虚扑 一样的意思 换一个说法而已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压实 摊铺 压实还没有说 就是摊铺和运输 这个点给你讲完了 行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 再往后面看 那就来到了比较关键的压实和养护了 在压实和养护这个点里面 那我们就需要大家去回忆一下咱们之前路基的部分 路基这个部分 我们在讲压实的时候 是不是给你放了好多通用性的原则 对吧 通用的原则 咱们都讲了什么 你选机械 可以有静压 可以有震动压实 咱们的原则是什么 先轻后重 先慢后快 先低后高 轮迹重叠 还控制了速度 我当时就告诉你 这个整个的原则是通用的 尤其是先低后高 这个是通用性非常强的 在前面路基工程 在无极极料基层 在沥青面层里面 都是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这块就会发现 它在压实上就反复的在提这个点 基本上每一个形式 我们都是这么说的 好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书上标题第一稿 石灰类的和水泥类的 那么它从前面铺完 我们要做压实了 然后后续养护是怎么走的 压实系数经实验去做确定 这是不是跟我们前端 那个实验段又贴上了 重复性的点 给它划掉就行了 然后当天碾压成活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点 尤其是水泥 尤其是水泥 它有冲击时间限制的 你间隔时间太长了 没去给它压成型 它是不是已经固化了 那我在反复的压 它就变不了行了 你就达不到一个密室的状态 我们在做无极结合料类 稳定层的时候 一定是要压到一个致密结构才可以 它才能承重 所以一定是当天碾压成活 尤其是水泥类 控制的非常严格 咱们经常会在书上 或者是考试的时候碰到什么情况 它在背景里面给你描述 说的阵阵有词的 施工方 为了满足夜间不去产生噪声 然后我们夜间把混合料运到现场 选择第二天再做摊铺压食 还给的是水稳材料 这个能用吗 不行 因为你晚上把材料运过来 它就超过盛行时间了 白天你再怎么样 它就是这个状态 没法进行成型 所以一定要想到这个问题 还要控制在最佳含水量什么范围 反复的说上下2%浮动 所以提前把生产初药的时候水量调高一点 过程中会有一些散失的 那另外我们第三条 这还用再给你念一遍吗 不用了 总结起来就是游滴向高 如果是没有这个超高的 就是双向横坡的 直线段或者是正常的缓和弯道 那我们就选择两边向中间 设了超高的 你就从中间往外侧过渡就行了 所以这句话完全跟前面路基是一样的 给自己简化一下 不用去记它了 前面都已经背过了 然后压食成型之后 我们要施养到上部结构施工 养护期这一部分要求的时间 你要重点记一下7天 我们这边给你讲了个分层 咱们先跟你说时间的问题 你别管它分不分层 你每一个层次我都是要至少养护7天的 什么形式的养护 是养护 保湿养护 保湿养护 这个7天是提供一个基准支撑的层面 或者说基准强度的一个时间段 而它的完全强度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呀 一定是比这个要长的 比这个要长的 要取决于当时的气候 我们的养护环境材料特性等等 会根据它的特点 然后进行时间上的控制 这我们会留有箱的检查要求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跟你说这句话 如果进行了分层摊铺 什么叫分层呀 一个基层 我们给它分成了几个层次去做摊铺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区段里面 我没有一次性铺完 好 那我们转换一下 咱们这个厚度是什么范围来着 在第一节讲过 这个表格里也有 对吧 二回里面跟你说了 每层最大压实厚度是10到20公分之间 100到200毫米之间 也就是你一个层次就控制这么多就行了 我们可以取12 13 14 15 16对吧 你不要比10小 不要比20大就行了 所以这个范围 如果我的设计厚度超过了一个层 那你就得分层做 对不对 分层做的话 我们强调了 你要保证下面这个层次铺完压完 至少7天 养护上有足够的强度承担了 我们再做上面这层 是不是跟你说了分层的问题 好 这句话是我们规范上的原文 规范上原文 那我们可能有学员又要说了 现场不是这么做的 那你注意这个点没办法 因为教材跟规范都是这么说的 他考试有可能会考 你就这么记就行了 好吧 没有办法 我们考点是属于卷子也好 它的彩分点肯定是以我们书上和规范为原则为蓝本的 现场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你就先摒弃一下现场 我们就按照这个记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吧 如果你分层做的话 一定是下层养护7天 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你下层养护了 它有足够的强度支撑能力了 然后我们再度上一层 这个意思 好 那这样咱们就把整个的分层问题给你解释一下 然后二辉这一部分 是不是说了刚刚的分层厚度 10到20公分 我再给你写一遍 你看你是喜欢计毫米 还是喜欢计厘米 答题的时候 跟我们的问题统一答案就行了 如果人家给你 我举个例子 人家如果给你放的是450毫米的设计厚度 那我问你 这个咱们分几层 至少分几层进行摊铺呀 进行施工呀 这个分几层 是应该很简单是吧 450毫米 我们分几层 至少三层 对不对 因为你两层的话 我最多就做到400 所以你可以把它分成三层 均匀的15 15 15 或者越往下我们厚一点 这样去配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分层上 可能会单独考你这个问题 至少分几层 小的计算 然后禁止用薄层贴补 这个在我们书上你要给我标个重点 禁止用薄层贴补 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给它压完之后 包括你成型之后 如果你在平整度检查这 发现它的标高 没有达到我们设计的要求 正常我设计的标高 可能是在这 但是我们铺完之后 它变成这个样子 少了一块 多了一块好处理 我们直接切掉是不是就行了 而少的这一块 那咱们就要注意了 不能选择薄层贴补 人家说的是禁止 绝对不让你用的 什么叫薄层贴补 它在这薄薄的少了一层 我们给它补上 你想一想 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特性 无机结合料类 它的基层是有什么样的特性的 叫板体性号 如果它养护成型之后 整体性是非常强的 也就是你给它补完了 我下部是一个整体 上部的薄层是一个整体 它一旦受到水平纵力 这个薄层就走掉了 就被带走了 所以这个不能去使我们上下 有良好的结合 书上跟你说了 不让你用这个方法去找屏 那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咱们该怎么办 这是现场实践 可能会用到的 那你就要看 我这里到底少了多少 平整度有没有超过 我们规范的要求 没有的话 你现场去查就行了 这个我们不考测的数字 如果说这个是比较薄的缺失 没有什么大影响的 没有超过箱的要求 好你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上面铺路面的时候 给它补回来就可以了 用路面的厚度去补它 而如果它是严重的缺失 已经没有办法去提供 我们后续的核载支撑了 那怎么办 这块替掉重做 替掉重做 给它挖除就行了 重新进行联系 你把这块替掉 我们就是处理两个接缝的问题 对吧 就不再是承担核载能力有问题了 在这你做好贴缝 保证它不变形 引导到上面去就行了 所以这是如果出现 平整度不足 你该怎么办 人家可能考试的时候 给你放的方法 就是薄层贴补 那你注意这个不对 不能用 该怎么办 要取决于它 到底缺失了多少 到底缺失了多少 好 那我们这个点 就给大家强调一下 哪个东西不能用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能理解吧 这个东西不能用 我给你补了它 该怎么处理 你小心一点 如果是少的缺失 用面层去补 如果是超过规范要求的 缺失 我们需要把它剃掉 扒除 重做 切割掉就行 好 那咱们继续 再继续 再继续的话 我们就来到了 刚刚有很多学员说 老师你说的太快了 我没跟上的点 你仔细听一下 在养生这 你会发现 前面的石灰和水泥 我们就在强调 施养护 你要么洒水 要么给我做覆盖 对吧 它没有说 厘清相关的养护方法 而在二灰里面 书上给你把这个方法 放出来了 厘清乳液和厘清下风层 也可以作为养护方法 我们刚才配过图片 它其实跟薄膜就很像 它就是个隔水层 是不是我们打上隔水层之后 这个水就在里面 它不散失 所以一直是湿环境 薄膜也是这样的 我们撒完水 直接盖上 它水出不去 一直是个湿环境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什么意思 就是之前大家说过 规范里面是怎么写的 规范里的石灰土 水泥土 二灰土 都能用厘清类养护 但是我们的书上 只在二灰说了 所以如果他特别讨厌的 出了一道题 就问你厘清类这个养护 谁能用 你就给我选这个就行 虽然规范上说的是 他们都可以 但是我们书上 没体现出来 如果说他教材改版 给你改完 那好 那我们就正常去做就行了 所以这个点 大家注意一下 可能有一些题 它就是咬文嚼字的 那没办法了 你只能按照书上去答 才能得分 尤其是单选题里面 单选题 你选最贴近提议的一个就行了 这个能跟上了吧 能懂了吧 就是这个方法 厘清类的 其实规范中 三个都给你卸了 但是我们书上 只放到了二灰里面 所以答题 有针对性 去写它就行 好 那我们这个时间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常文下 不要小于七天就行了 跟上部是一个重合点 不用重复了 极配类 这个我们就关注一下 压实到什么样的水平 标志已经碾压密实 它是柔性类的 碾压到什么水平 控制碾压速度 碾压到轮迹 不大于五毫米 表面平整坚实 那好 这个就碾压密实了 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密实的水平 碾压过程中 我们说适当洒水 前面先洒 后面碾压中也要去洒 刚才说的这个水 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效果 它们的嵌其咬合会更好 然后没有铺装面层之前 不要开放交通 这个点我告诉你是通用的 又是一个通用点 为什么说没有去铺装面层之前 不要去开放 这里面咱们说的是面层 其实也可以把它延伸成下风层的保护 我们这里做的是基层 对吧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理 因为基层你做完之后 我们的道路是长线的工程 它的线长拉的很长 一个标段可能有几千米 对吧 你在这如果说 我长线拉的就是一个城区的范围 这块的交通压力太大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提前开放交通的需求 你把它的核心承重层次做完之后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我是可以适当的进行部分的核载开放的 交通开放的 那这个就有前提了 你如果想要把我们做好的基层 前提是养护已经成型了 强度已经生成了 我要用它先来承担一部分交通核载的话 也就是提前开放交通 前提条件 一定要打上下风层做耐磨耗层 也就是我们既可以用下风层做养护隔离 也可以用它做磨耗层 去接受一部分核载 下风层这个点一般都是沥青乳液 再加上一些细料 它是可以起到一个抗膜耗 然后又有粘结的整体效果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集配类 它本身就是没有任何结合料 也不是板体性 它是柔性 你如果不做上部的保护层 直接就车辆去压的话 它全散了 而我们上部这个板体性的还好 你打上下风层就行 所以这两个稍微有一些小区别 这个能理解吧 就是提前开放交通的问题 如果说你想要提前开放 你就给我记两个条件就行了 第一个你前面做的 它必须强度达标 否则承受不了核载 第二个一定要打上耐磨耗层 才能开放 就这么两个条件 想要提前开放交通 就这么两个条件就行了 没有做这个绝对不允许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去补一个小点 因为咱们后半层 后面这半个小时 应该是能够讲到连接层的问题 连接层里面我们会在基层和面层之间去加一些连接的沥青类材料 透年峰 咱们可能会有老徐员知道这个概念 透层油 粘层油 风层不一样 风层里面的下风层可以做耐磨耗 隔水去使用 而透层油 它主要就是上下要连接到一起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后面讲这个透年峰的时候 我会再提一下 你如果做的是无基结合料基层 跟上部的黑路面要做联系的话 我们要在它尚未完全硬化的时候 就把透层油先撒上 要不然它形成致密层 养护成型 板体性好 渗透不下去了 我们要求透层油要往下渗透一定深度 先洒透层油 想要提前开放交通 去做下风层 然后你才能开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这个就到这了 后面讲到面层的时候还会有 所以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好 那我们这里面就来到了 你已经把阶段分到了什么地方 这两个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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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最后一个检测了 就是你做完这个结构之后 我们是要检测的 那检测的话 其实就是在给你寄检测项目 那我们在这就直接把项目背下来就行了 这里面我们做的是无机结合料的项目列举 因为咱们的书上一般就考这一块 那最核心的压实度 也就是你碾压的密实程度 那我们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碾压方法 可能是你可以选择一些钻心压 或者是我们去选择一些这个其他的检测方法 咱们上次给大家补过 像路基里面可能会用到的 你做灌砂灌水等等 但是这个它形成结构层之后 是很难去进行开挖的 所以大多数我们还是去做钻心多一些 还有七天无侧线抗压强度 好我们宣想这个需要去减弯尘值吗 无机结合料基层需要去减弯尘值吗 需不需要 一是需要二是不需要 你想一想啊 需要减弯尘值吗 弯尘值需要吗 一是需要二是不需要 我刚是不是说法了 不用啊 不用去减弯尘值 为什么 弯尘值是在柔性容易变形的上面才去减的 而我们这里面是半刚性 所以它的变形是比较小的啊 这我们就不用去管弯尘值了 它是压出来的 你肯定得减压实度 它是不是承重层 是不是有一些水泥的应用 所以我们一定会减强度 而这个强度指标咱们叫七天无侧线抗压 这是基层里面单独去进行检查的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一般情况只承受数项的核载 没有我们水平方向的一些这个核载的需求 好 这是我们两个主控的这个内容 但是咱们的规范上 其实比这个点还要再多一些 在我们施政的这个规范里面 一般我们在主控项目的控制上 就是压实度 七天无侧线抗压 还有一些力净 集配类的问题 而其他的我们相关的一些平整等等 都是作为一些选策的项目去出现的 集配配合比 含水量半合均匀 这个点跟我们的规范上 稍微有一些小的出入 稍微有一些小的出入 那我们就直接把咱们书上 后面的内容给你提到前面去了 后续在我们正式的班次里面 会再把它的对比实验 给你做一个表格出来 这样可能会更加的细致一些 这个明天推文里面 我给你打一下 好吧 我们给你打一下 规范里面是怎么说的 然后书上没办法他这么去给 好 那我们这个到这了 对 这个是市政的 厚度这个是在公路里面去说的 你可能是增向的考生 公路里面 我们在这是需要去减厚度 因为他已经归到了路面结构层 但是咱们市政行业里面 没有去强调这个点 没有强调这个点 没有弯程 没有弯程 弯程是柔性里面去讲的 好 那我们就把整个的层次 流程给你带完了 然后我们做一道题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 19年刚考完的 这个点其实你会发现 刚才咱们程序里面 对他触局的并不多 但实际上这道题 你完全可以推断出来 一个多选题 石灰稳定土做集中半核的时候 问你影响半核用水 因素有什么 影响半核用水 是不是配合比里面的水的含量 对吧 或者是我们这个水量 到底怎么样做调整 现场环境改变 你的水量是一定要去调的 那我们这里看一下选项 亚实设备 好 他已经到了亚实了 我前面这是不是生产的问题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是把材料生产好 确定好了 运过来 铺完了我们才亚的 所以亚的效果 跟我们前端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 他只关注成型就行了 后续施工温度变化 施工温度变化 如果你当时的气温比较高 水分是容易出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水肯定是要适当的调高 温度肯定会有影响 原材料含水变化 什么是原材料含水 其实指的就是被结合材料 被稳定材料 中粗细 这三种不同的材料 如果他自身在堆放的时候 就有一定的水分在里面 那你配合比里面水是不是要调了 就要调低 对吧 如果他本身是一个正常的干燥状态 那我们就让配合比去做 所以原材料的含水也是有关系的 颗粒的组成也是有相关关系的 因为不同的颗粒 它的笔表面积不一样 我们的吸水能力也不一样 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混合量的效果 运输距离如果太远的话 过程中会有散湿 所以水量一定是调高 也就是后面这个 是不是跟我们的水量 是有直接关系的 而亚实是后阶段的事情 那你就不要选了 像这种点 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 你如果碰到了比较陌生的考点 做题的时候 一点拿不准 多选题 宁缺无乱 你就把自己确定的 一定是对的选项 给我选上 你多选一个错误的 这个分就全没有了 咱们的多选题是二到四个选项 是正确的 所以一定要去谨慎一点 多选题是最容易丢分的地方 我们要给自己往回保分 保分 好 这个咱们到这 然后我们再往后面去看 第二道 关于水泥稳定类基层施工 问你下列说法正确是什么 让你选择对的 对的 施工前不用做时间段 扯了 不可能 一定是要做时间段的 你别管是什么层次 我们要确定施工参数 要做事上检验 第二个 可以选择沥青乳液去做养护 咱们暂且先放放 规范里面说 虽然沥青的是可以 但书上没写 对吧 好 先放在这 适合自落 是半合吗 自落跟谁对比的 跟强制 我们选哪个 强制 好 划掉 然后一再春末和夏季去做施工 这个点是不是我们正常去做的 春末和夏季 选择高温 对吧 这一定是对的 而这个书上没写 那你选哪个 我肯定选这个点 对不对 我肯定选这个点 好 这要题咱们选的第四个就行 就是在同样的选项里面 如果你感觉两一个 两个好像说的都是比较正确的说法 你选择确定没问题的 最贴近提议的 这个因为咱们书上没有 但实际上历青类是可以用的 好 我们再往后看第三个 关于二辉的稳定基层下列说法 正确是什么 还是让你选对的 半核的时候 先把沙粒和水再去做石灰 反了吧 先做结合料 再把它和被结合材料放到一起 然后可以选择利清乳液 刚才我们说的 就二辉写这个了 所以是不是他肯定是对的 薄层贴补 禁止 养护期 期贴 好 那我们这道题 是不是直接选择第二 就行了 好 像这种点的话 如果进到选择题一般 就不会有什么特别高的难度 就是跟着我们书上的一些做法走的 所以如果你感觉比较吃力的话 那我们就多记一点 对吧 多记一点 好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继续往后面看 可以吗 咱们马上就来到第三节 比较独立的一个考点 就是土工合成材料的应用了 这个点 它其实既可以用在我们的陆基工程里 基层也可以来用 上部的面层一些维修处理 都是可以用的 包括我们在正常的道路施工中 在一些特殊的连接部位 比较关键的 容易发生变形的 需要做防护的地方 都会用到它 那我们这里面就来到了一个 土工合成材料 在土工合成材料这块 这个点里面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材料要求 在材料要求这 分类考的可能性很低 你就看一下都有什么就行了 什么土工之物 磨袋等等 给你放了三个比较典型图片 隔山 磨袋 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有单纯的 波纤网等等 这种土工布 往里面铺就可以了 那一般我们在路基填土里面 很多都会用到隔山 因为它有一个锁土的效果 包括土工网也可以 可以起到一个防 这个不均沉降 防面型的功能 那功能和作用这个点 就是土工合成材料 在这里面是干什么用的 所以加进防护 过滤排水和隔离 它跟工程应用 稍微有一些相似 又不太一样 所以你在考的时候 就要看了我们问题 问的是功能和作用 或者是工程应用 这两个不一样 它答的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功能作用 你就贴着这五个特点去走 而工程应用 就是在实际施工中 你用它做什么事了 这样我们才给它分得出来 所以可能会有这种题目上的混淆 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现在我们重点看一下 工程应用 因为这个考的概率是最高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工程应用 是可以把它放在 陆滴加金里面 哪个工程的 陆基施工技术 而且是填柱的 填柱以及施工技术 那这个一般咱们都会把它 用在高填的陆基里面 用的比较多 因为本身高填陆基 它是不是填料就比较多呀 你的压实效果 自然是比天然密实状态 要差一些的 所以填的越高 它后面的沉降 对应也会越多 那我们往里面 每个一定层次 一定厚度 加上一个土工合成材料进去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提高稳定性 防止不均匀沉降变形的效果 也就是你铺一层往上放一层 铺一层往上放一层 那每一个层次上面都有防变形的一个过渡层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陆滴加金 重点去计它的工程应用的功能是什么 提高陆滴的稳定性 防止出现不均匀沉降 这是它的两个主要的功能 如果你在题里面见到陆滴里面去做加金 我说可以提高陆滴的强度 这句话对吗 一是对 二是不对 你选哪个 我说加金之后可以提高陆滴的强度 这个对吗 不对啊 因为它不能提高强度 强度从哪来 从压实效果来 一定要看清楚 你往里面加值是方便型的啊 那我们正常施工的话断面图就是这样 而底下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现场去做操作的 下部层次压好了 检查没问题了 我们铺上图容和人材料 它都是卷材形式进场的 所以可能会涉及到有一些搭接连接的问题 那我们给它铺好 做好毛固连接搭接的处理 上面再放新的填料 再重新去压 然后我们去剪就行了 只不过是循环流程中加了一个固定铺它的过程 那另外我们在整体的要求这 上面这一行 我们书上说的就是对于土工合成材料 放在陆低加金里面有什么要求 这几个条目 至多就是在考你选择题 对它的要求是什么 所以抗拉强度 撕破顶破和握持 握持一般就是我们孔眼的锁定锁土的功能 你直接把这几个名字 作为选择题的选项记下就可以了 后续这个是我们在铺这种卷材的时候 对它怎么做施工的 首先看搭接 什么叫搭接 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是条带状的材料去做铺设 对吧 两条之间你要有一个搭接宽度的 这个搭接宽度不要比15公分小就行了 你要保证是一个完整连接的状态 严禁坚硬突出物 也就是我们在进行铺住的时候 你要保证机面的平整 它如果有一些坚硬石块突出要及时清理 否则可能会造成它的破坏 那48个小时之内去完成天柱 上部的这个整体的厚度要控制在一米以内 就是你的材料 我们在陆地里面是土堆上线 这个土堆它的高度不要超过一米就行了 我们书上还提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亚实的机械选择 书上给你的数字是600毫米 我们讲义里面没放你可以稍微补一下 在600毫米以内 一般都是一些首层小型机械去做的 轻量级机械去做的 超过了这个数字了 它底下有承担核载的范围了 能够进行这个核载的扩散 我们在选择重型的设备 所以它相当于给你提出了轻重之间的界限 好这样我们就关注一下它的连接问题 书上给你放的是两段话 我相当于把施工这块给你浓缩成了几个关键的数字和要求 你把这个点理解记起来 那我们就不用花太多时间了 好这个我们就到这可以吧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再往后面去看 再往后面看 再往后面咱们就来到了后背 台背这里面的加金 台背填土加金这个点 我们这两年一加二件其实都考了 而且正好是书上没有去给你放这个图 索性我们技术课程真的很幸运讲了这个图 那我们很多学员就把这个分减坏了 所以现在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 你要知道什么是台背 我们上次课程给你去讲路基的填柱压石 是不是补了一个图呀 补了一个像这个盖板函的 然后两边怎么去压 给你简单说了一下 又补了一个台背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台背 它正式的结构断面 左边这个是我们做的桥台结构 桥台是桥梁的支撑 中间这些支撑我们叫桥墩 然后上部放的我们叫做桥跨 你想桥和路是不是得是连着的 你交通网路得形成一个连续的状态 所以路桥碎都是连的 那我们桥面接的是谁呀 接的一定是路面对吧 路面结构 上部是面层底下是基层 然后大范围的路基进行填柱 我们所说的台背进行填柱 是不是这个范围呀 之前给大家补的图片 也可以看到了 这里留的是一个倒梯形的范围 下部比较窄 上部比较宽 然后以阶梯形的形式展开 提高咬合 它相当于把这个范围的路基 进行了分段施工 这个是我们正常的路基部分 这个是台背回填的部分 分成两段 段和段之间的咬合 基本上都是台阶去做的 所以在我们处理这一个范围的 滞长控制的时候 一定是要去挖成台阶形 好 那我们这里 你想 它放在图红围的材料里面去说了 你除了去给它做台阶连接 可以进行很好的连接要合 我是不是像这里配的内容一样 还可以往里面去做加金一样 对吧 往里面去做加金 加金是干什么的 回忆一下 刚讲完这一个 往里面加金是干什么的 是提高稳定性 防止不均匀沉降 我这是不是也是路基啊 所以功能是一样的 你往里面加图红围的材料 它就是防止出现不均匀沉降 提高稳定性 好 那我们现在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咱们可能考的就不光是在考你土工合成材料是干什么用了 而是会问你整个台背回田你该怎么处理 因为这里的土工合成材料是保证台背回田质量的一条 那我们在这就救手 把台背回田有什么要求一起跟你说完 第一件事 你为了保证这个范围是填住稳定的 不会跟刚性结构之间发生太大的变化 这些全都是混凝土的 它有沉降吗 它的沉降至多就是基础在的 所以上部非常稳定 而我们大范围的填土是有沉降的 所以经常会有一种病害叫桥头跳车 也就是你的刚性结构标高在这 我们这个范围一沉降它飙高是不是就下来了 所以你上下桥的时候都有行车不舒适的感觉 主要咱们做台背的质量扣子 就是来防这个病害出现 你要么就是在这个回田区里面 第一件事选好的田料 你可以适当的在我们家空的地方去写一下 台背的倒梯形回田区里面 首先要选好的田料 什么叫好的田料 强度高的水稳定性强的 不容易发生变形的 我们这个书上给你放了 田料良好的水稳定性 以碎石力石为异 如果你现场拿不到这么好的图 怎么办 你往里面给我加固化剂 可以办一些石灰图 或者办一些水泥干粉 是不是强度就提上去了 好这是好的田料 然后第二点 我们书上给你放在这个位置 我可以在里面加金 对吧 可以加金 防止出现不均匀沉降了 好第三个 它跟正常路机之间 台阶型去做控制 台阶型去做控制 那我为了防止它往下走 是不是还可以控制 压实作业的效果呀 所以你碾压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一些质量比较大 体量比较大的 压实效果好的 那我们在第四个点上 就是压实机械 可以给它选一些压实效果好的机械 除了这个点之外 我们为了防止跳车情况的出现 还可以在连接处去加一个结构 叫桥头搭板 第五个 可以设置搭板 搭板 搭板这个点 就是我们在19年二件里面刚考完的 直接给了这么一个图 让你来识别 书上根本就没有 所以这种内容 大家就需要去关注一下了 但是我们前面一件也考过了 所以这个 你就把它整体的概念 给我理解好就行 一般情况下 台北回填 就是这五个关键处理措施 去做处理的 你稍微的去补一下 因为这个在工程上 也比较常见 好 那我们再回来 前面减少路基和构筑物不均沉降 是不是讲功能的时候提到了 就是加金的功能 对吧 提高稳定性 防止不均沉降 好 这个可以过掉了 然后台北事宜高度 给你放的是五到十 五到十事宜高度 指的是我们回填台北区的范围 但是这个高度 当然要取决于我们结构本体和地面的情况 你要跟实践情况做一个调整 材料我们刚才说了 然后你再往后面看 他又给出了加金施工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程序 他也是我们前面第一个应用 路低加金的程序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要先清理地表 清的是哪 清的是底部 填住地表 原地面你要做处理 包括我们每一个层都是一样的 底下要清理干净 然后我们再做处理 地基做好压实 已经压完了 然后你再来铺这个材料 这个材料在铺之前要先做他的张拉 实际上就是要保证他有变形能力 要给他一个预拉伸 这样的变形 然后我们再给他进行摊铺张紧和定位 要保证搭接宽度 给他定位准确 后续我们分层摊铺 再进行厚道的工序就可以了 每一层所放的同层材料 他在端面上都是要有毛固的 像我们回到前端的第一个 你往这里加金 他每个层次都会有一个多出来的回折 压一下我们这个做端部的毛固 而后续我们这种材料 往里面去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固定点需要去做端部的毛固 可能是有一些土钉打下去 可能是我们做回折 这样压起来就可以了 好 这样咱们就把它的整体流程去带一遍 你注意这个程序实际上跟田柱里面 加金是比较接近的 那再往下面 相邻两幅搭接 这个点里面我们提到了宽度是20 跟前面路基不太一样了 对吧 我们路基里面去加的话是多少 是15 而台背这里面我们给它加的更宽一些 来保证它的稳定 那剩下牢固的连接方式 强度不低于合成材料的60% 就是你在进行搭接这一块 不是放在这叠起来就行了 它们中间也是要做毛固的 本体的材料 我们前面是不是确定了 它材料的一些强度质样 回到刚刚这个点里面 足够的抗拉 各种抗变形的值 那我们在搭接处理这个点上 你连的这一块 跟我们正常结构之间 也是有强度比例的 就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要求连接部分的强度 不低于它的60%就可以了 按照最佳汉量去做分层 这是不是路基填柱通用要求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后续每层压实厚度30公分 跟填土路基又是一样的 然后边角处不要大于15 哪块是边角处 哪块是边角处 有点乱 我墨迹给你削掉 可以吗 边角处是哪 贴着台背的 这边全都是刚性的 你想你的大型设备 能这么贴着压吗 你这么贴着压 对着压 直接把桥台就给它移位了 所以这个范围 我们都是要把它的层后减薄 然后由人工加上小型机具 提高变数去压的 所以一般在跟既有构造连接 边角部位的处理 我们都是要换机械 换人工加小型设备的施工方法 减薄 提高变数 这样才能保证效果 其他的范围 你能上大型设备的 我们就要上大型设备 因为你压的越紧密 后面沉降越小 所以这是我们给它处理的方法 好 这样咱们就把我们整体的台背回填内容 给大家介绍完成了 那我们这个就到这了 好吧 那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去做陆低施工里面的一个加金 包括我们在台背里面去做加金 这两个其实原理就很像 因为它都是在陆基里面去做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 在路面的裂缝去做防治 这个反而是我们实践应用中非常广泛的 路面的裂缝防治 它其实不光是在上部层次 我们可能是有面层开裂 如果你发现面层开裂 经过现场的一些调查和评定 是底下基层的问题 那我们当然得把上部破损的地方剃掉 处理好下部的这些变形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上走 所以在处理这些下层次 包括上层次的变形的时候 我们往上面去加土工衡的材料 都在干什么 都在贴缝 都在贴缝 基本上都是用它来做贴缝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画一个平面 这是一条路 那我在这发现 我的路面上处理了开裂 然后这个面板都碎掉了 经过现场评定 发现是它基层开裂了 那我们这个上部碎掉 是不是肯定不能用了 好在这个范围的切掉 切掉是不是就暴露出了 我们出现问题的基层了 所以你需要对这个裂缝做平定 看它是多宽多深 能不能够修一修 接着用 不能的话 我们要把这块挖掉重做 你要处理两个缝 可以重新去用的话 我们就把杂质清干净 把这个缝给它添好 然后你要把底下的缝 给它处理一下 对吧 你光补不行 它这个缝还是在这的 所以缝在哪 我们就贴着这条缝的方向 给它铺上一层 土工合成材料 这个就是贴缝的工作 贴它干什么用呀 你给它贴好了 上部这个是不是面层 刚才凿掉的还要再补回来 所以贴的缝就是防止基层 这个病害再往上延伸的 那你看我们这里面核心的功能 你给我记四个字就行了 就是减少或者延缓反射裂缝 下部的缝 如果不加处理 没有做拦截的话 它会往上走 这叫反射裂缝 我们贴缝 就是在这给它挡一下 如果在这给你画一个断面图 我们就这么给它剖开 给它剖开 你看到的应该是基层 在下面出现的一个开裂 上部的面层 因为这个开裂的影响 这个范围全都碎掉了 然后我们给它切掉 这里经过平定处理好之后 贴缝 贴好缝 你再铺上新的 是不是这个缝 就不会往上反射了 就这个功能 延缓或者减少反射裂缝 所以其实我们在裂缝防治里面 问你图容合成材料干什么用 就是贴缝 反射裂缝的一个控制 就这四个字 采分点一定是在反射裂缝这 好 那我们在裂缝的防治这 你看它又给出了你相应的控制程序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处理任何病害的时候 第一件事全都是收集信息 判断它病害破损到了什么程度 先做平定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弯尘值到了什么水平 就是它已经偏离我们的实际使用要求多少了 然后旧路再做处理 新路再做加仆 换算到一个正常的程序 你先需要对这个破损 做一个现场的病害平定 它到底在哪个水平用不用剃掉 对吧 我们先做平定 有了平定之后 才能出方案 出了方案之后 我该挖的挖 该清理的清理 然后再处理这一部分的缝的时候 先去把杂质清干净 要不然你贴也是不平的 然后把我们贴缝的材料 去做张拉搭接控制 给它固定好 处理完缝了 也贴好缝了 上面再给它铺上新的粘层油 因为咱们这里面是黑路面 对吧 然后上部再铺新的厘层厘清就行了 这个就相当于是厘清层 跟既有构造之间的连接 那我们后面再讲连接层的时候 会碰到它 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处理程序 其实它说的也不全 因为你在做这一部分缝处理的时候 我们的贴放也是要跟下部的基层材料之间做联系 就是这个范围 它也是要做厘清 做厘清的 要不然你的土溶酸材料沾不上去 有一些我们用的贴缝材料是卷材位 可以直接加热融化贴上去 有一些不是这样的 就是冷施工的 那你就需要把我们的粘接材料铺上去 然后再压上这一条缝 贴好了 然后我们再往上走 刚才所说的粘层油 就是你贴完缝之后 再跟我们其他面层 我现在画线的所有连接面上 都要涂粘层油 相当于刷一层胶水 然后再把这个缺湿剃掉的黑路面 给它补上就行了 就是这样的程序 这样的程序 好这是我们去做的一个裂缝的防治 但如果考的话 其实我们考程序还是偏少的 这个处理的方法 在咱们这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 去给你讲病害处理的时候 回重点去提到 所以不用担心 我们这里面可能感觉没有学明白 说的不具体 对吧 后面咱们在病害处理会统一给你整理一下 这样我们学起来更细统 那重点去关注这四个字就行了 反射裂缝 反射裂缝 在书上给我框起来 好 这个我们就到这了 那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后两个 后两个就是它的工程用里面 比较好理解的 你可以做防护 可以做过滤排水 我们先看防护 一看图就行了 如果是一个向上做填柱的 或者开挖的边坡 我们可以把这个隔山等等 或者有一些是植草类的 给它直接盖在边坡上 是不是可以进行边坡的保护呀 防止它往下出现滑落 而有一些可能是带冲刷的 在我们的河岸边 做堤坝的防护 防止水流冲刷 导致这里面的土进行流失 所以我们这里可能会用到一些土工磨道 往里面进行一些天冲 然后进行覆盖就行了 所以既可以进行填柱的边坡的保护 也可以做冲刷的防护 这个很好理解 而过滤和排水 它是不是可以作为过滤体呀 对吧 我们回忆一下 咱们前面学过挡土墙 挡土墙上有泄水孔 泄水孔后面有反律层 反律层是干什么的 过滤土的 水在流动过程中 你要把土滤下来 要不然它就堵住了 土工程材料就可以做这个东西 还有我们在道路中 是不是前面讲过水的危害呀 你在里面加了这些排水管排水体 它外面都是要包裹反律层的 你要么用极配的碎粒石 等等给它补起来 或者就是土工程材料给它包起来 都行 好 那这是我们去做过滤和防水 当然有一些是做整体的隔离水 做隔水层 你也可以选择整层的铺设 看具体的应用情况 做调整就行了 好 这样我们就到这 那这是咱们去给大家 整合了工程应用的方向 那我们紧跟着就要来到第四节了 第三节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 你会发现我们学了路基工程之后 这个程序就好理解多了 对吧 没有之前那么不好理解的 因为你已经走了一遍程序了 那我们后面在第四节 其实也是一样的 黑路面白路面 它还是这个程序 就是给你稍微调节一下步骤 那我们第三节的最后一幕 土中生成材料相对独立一些 你重点去关注它的工程应用 那我们第三节就到这结束了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进一个 第四节的框架概括 我再带你走一遍 黑路面是怎么铺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透年风怎么做 好吧 第四节是属于烤点频率比较高的 容易出案例的地方 因为它烤前面路基烤基层 我们这个都显得水平有点低 烤不出什么难的花的点了 那我们路基可能前面也出现过提点 比如说给你放一些原地面处理 这个都烤过了 那像上面这个面层的话 我们对于质量要求很高 所以它容易作为提点出现 咱们在沥清混合料面层里面 其实就是三个核心程序 第一个是沥清类的混合料 它的整体使用过程 第二幕给你放的是改性沥清 好那改性沥清这儿 不用花太多时间 因为它的程序跟前面沥清混合料是一样的 你在这儿只要关注材料区别 施工上的小的细微调整就可以了 改性沥清有什么特点 我们前面讲过材料 对吧 它是往里面加了改性剂 所以这个材料是相对比较粘稠的 我们对于施工温度呀 各个条件都要比这个高一些 好这是沥清类的 然后讲完沥清类的流程之后 我们会再进入到水泥混凝土类的面层 就是我们说的铜的白露面 这个白露面 它在整体的使用过程中 就跟前几个程序不太一样了 我们是需要去进行准备呀 半核生产运过来 你要铺出来 然后再去压 这个不用压 我们是胶筑 胶筑之后给它养护 对吧 形成的是混凝土结构的面板 所以这里面咱们会单独去讲它的程序 那有的是自动化的滑膜摊布机 不用做模板 有的是其他的铺住方法 所以这里面会延出两个流程来 两个小的流程的区别 那做完这一部分之后 黑露面白露面都有了 我们会统一来给你讲露面的一些病害处理 咱们书上叫维修和养护 维修和养护 其实说白了 就是你到底 到底怎么样去进行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病害的问题了 它出现什么病害了 我该怎么去对付它 然后你往上面去做加铺的话 我该怎么去铺 怎么去连接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个核心的框架 那今天咱们应该是能够把历清它的流程 用图片给你展开一遍 然后我们把连接层给你带完 好吧 把连接层讲完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它的程序 在第一幕里面给你放的是黑露面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就把这个流程再给你放出来 但是我们要提醒你一下 这个流程其实写的也不全 那我们可以在讲的时候稍微的补一点 先做施工准备 这个施工准备跟谁像 跟基层像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基层的准备工作 就不用去做场地的临时设施处理 路基都做过了 我们在这儿就是重点在强调 测量方样 配合笔实验 交底等等问题 对吧 包括我们前段做的一些准备的 这个实验段等等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点 你给我参考基层就行了 然后准备工作做完了 我们需要去先做路源石 什么是路源石 路源石是历清类路面 两端我们叫倒崖子 马路崖子 东北化是马路崖子 然后我们有路源石一条进行编布的限制 一般路源石的外侧会接着绿化 或者是接着其他的飞行动车道 人行道 这样去做的 那一般都是人行道 飞行动车道我们是修路的 好 这是我们去做路源石的安装 相当于是不是端膜出来了 这一个铺术层宽度 两端的膜板就有了 然后喷洒连接层 连接层 这个点我们是不是就包含了 你需要去做透年风 该修什么 我们给它提前修好 然后连接层 其实就是刷个胶水 让上下层有好的联系 为什么刷这个连接层呀 因为我们下面用的是无机结合料基层 你上面是黑路面 它俩材料不一样 材料性质不一样的 你硬给它连成整体 是不是效果肯定不好 所以我们去做连接层 有一定的程度就是刷胶或者是把非厘清制的基层上部变成接近厘清混合料 我们这二者是不是就很好结合到一起了 它主要是做过渡和连接啊 那你把这个连接层做完 然后我们强调需要先去做实验段 我说这个东西少 它少在哪 少在一个考评比较高的 你除了实验段 这个是确定参数的 我们前面一定要先去做比较关键的配合笔 配合笔在准备里面去做重点 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考到的延伸课外的点 那因为咱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给大家在这个内容上去过多的补充啊 咱们下次可能再来说它 配合笔你该怎么去想这个程序 一定要在前面做完 然后我们按照前端配合笔 经过建立审核的爆了半核站的去生产这个混合料 半核半核好了之后 运到现场 运到现场铺成层 然后再去压 压完了之后 我们的养生其实就是降温的过程 基层你需要去做施养护 而整个沥青类 它对于温度要求比较高 一定是温度严格控制的 对于水 我们强调严格规避 不能在潮湿环境或者下雨的时候去做 低温也不行啊 所以这个点对于环境要求很高的 压湿之后降温到自然状态 就是50度以下了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开放叫头 当然你前提是要检测成型的啊 检测质量没问题的 我们才能开放 好这样咱们就把整个程序过了一遍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通过图片 再来走一下这个流程 可能会更加具体一些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准备就不再说了 跟刚刚的一样 你也是从半河站需要去做出料的 好这个机械怎么选 选哪种半河楼 哪种半河设备 强制减斜啊 强制减斜 这两个是我们通用的要求 那装料的时候怎么装 先装车厢前部 再装后部 再装中间 对吧 前后中这种装料 也是一样的 我们后面再讲到装药的时候 还会提到另外一个细节 沥青混合料 第一点 它温度很高 第二点 我们是不是有粘结的效果 沥青是比较粘稠的 所以这个混合料 可能会由于碰到 箱板上的这些金属板体 发生降温 或者粘到上面的情况 那我们就需要 对这个车厢的箱板 去进行喷洒防粘结剂 别让它粘上 否则粘上去 我们这块料就不能用了 好 这个会有一个喷洒粘结剂的问题 防粘结剂 好 那紧跟着 混合料出料之后 你的汽车 自业汽车 应该是上部强调做覆盖 对吧 但是这个功能 我们后面会给你对比 它跟正常的运填料 运这个无际系统料不一样 它们都是要防阳尘 防瘾撒 防水分的问题 而我们这里面 主要是做保温 主要做保温 你里面粘清混合料 如果温度降低太大的话 到现场 还没等你压成型 它固化了 对吧 所以一定要去严格控制温度 每一个阶段 咱们都是以温度 作为一个施工的控制节点的 你在任何一个工序之前 我们都要先测温度 好 这是属于对它一个保温的处理 当然也有防外部杂质的污染 运到现场了 我就可以开水摊铺 好 这里面 你的运料车辆 好 给它顶起来 然后放到摊不及的进料斗 我们再来看一下铺的过程 那这个铺的过程 是不是跟刚刚咱们看到的基层很像呀 你一个宽度 没有办法一台机械全部铺完 我就选择梯队作业 对吧 一次性进行处理 这个是我们在进行纵向缝处理 优先推荐的方法 因为它的纵缝 是在沥青混合料 还热着的时候就做的 是不是后面我们处理完表层 起缝一压 它就没了 对吧 基本上就看不到了 整体性非常好 而你如果只有一台机械 我只能处理冷接风 那这个点后面是容易漏水和开裂的 所以一般都是建议选择梯队 我们下次课程会重点跟你说 它怎么去分重复搭接 怎么去选上下层搭接的错开 这咱们再分数字去记就行了 那梯队作业我们看完 把它放大 前台机械走了 后台机械要跨缝多铺 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又高出来一块 然后工人把多的进行摊平处理 后面机械先齐缝压实 我们就把缝削掉了 在它还是热着的状态就给它削掉 这是纵向热接缝的处理手段 好再紧跟着 我们是不是开始进行后续摊铺了 这个摊铺我们就强调一个点 跟刚刚的其实是一样的 进料口混合料进来 传送的履带送到摊铺的后端 螺旋杆展开 然后我们这里面有运屏板 给它进行成层 所以铺出来的都是整皮效果已经调好的 我们可以通过非接触式的平衡量 对它进行平整度的控制 工人要随着摊铺机械去检查 有没有局部没有铺到的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花白料的地方 我们要给它及时清理重新补上 所以工人一定是跟着机械走的 随时做好处理 你处理的不及时 它就固化降温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就来到压实 刚才已经摊铺完了 摊铺完了 经过基准的检查之后 我们开始进行压实 压实在厘清里面非常典型的 分成了三个阶段 出压 负压 和中压 那我们这三个阶段 可能会考到你一些压实方法 和机器的匹配 一般在出压和中压里面 都是选择这种刚轮压陆基 在负压里面 一般都会上重型 所以它的原则是跟陆基也是一样的 先轻后重 先低后高 轮机重叠 所以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第二个图里面 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梯队作业纵向 是不是齐凤去压实了 出压压陆基 后面跟着负压 进行我们这里面体量的扩充 负压里面是形成密实度的核心阶段 而最后的中压就是销轮迹的 它跟着负压阶段走 我们就把轮迹给的压煤 压到平整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三个阶段的联系过渡 那到底在这里面该怎么压 压几遍怎么组合 实验段去确定的参数 每个工程都是不一样的 好那我们这个就把整个的程序给你带完了 大家一定要利用好自己碎片化的时间 然后我们下一个点 就是需要来给你把咱们的这个 任务留下去 你不要说又不要去做这个预洗了 一定要做好预洗 尤其是小白血缘零基础的 下次课程 咱们就会给你完整的讲 沥清混合料面层的流程 改性的这个 跟这个流程很像 所以你快速的过一遍 这里面有什么材料要求 特殊的要求就行了 然后水泥火泥土的应该是讲不完 我们尽可能给他多讲一点 但是肯定讲不到病害 所以你就把这三目给我看完就行了 书上也没有几页 就把这几个内容去给我看完 有一些不懂的名词 尽量提前查一查 因为一件学员普遍水平还高一点 所以我就没有做课前概念的补充 二件是现在在做着基础概念补充的 所以大家自己调解一下 看你学习上有什么问题 每次我们当天上课的时候会发公告 就是今天上课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课后第二天会给你发内容的回顾 所以你可以利用老师学习平台 把自己碎片化的时间用起来 然后这个是我们官方公众号 会有考试资讯 最近不是马上就要出成绩吗 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公众号 老师的公众号也会发的 只要有程序了 我们就第一时间通知到大家 然后咱们来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些安排 包括课程通知都是在这的 行 那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好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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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